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在今上動態清零不動搖的政治方針政策的路線下 中國大陸稍有任何風吹草動都用最嚴厲的措施去面對處理 待會先講成都的情況 相當嚴重 一個過千萬人的城市 深圳爆了疫 也有很多限制措施 然後廣州出現陽性病例 其實不是很多 新增是七宗確診 住在海珠區 當地中小學有兒院暫停上課 部分地鐵和巴士站停運 陽城晚報的報導是這麼說的 在官方微博裏面說 八月三十一號上午八點到九月二號二十四時 即是十二點了 海珠區中小學校幼稚園暫停返校及實體教學 校外培訓機構暫停實體教學 托管機構暫停服務 而多區實施強化社會面管控 大家要學一下這些字 不懂不要緊 記住可以了 嚴格限制人員聚集防控措施 市民非必要不可以離開居住區域 而封閉區域裡面的蜜蜂和半蜜蜂的場所 休閒娛樂場所等等 暫停營業超市 農貿市場嚴格落實限流 即是限制人的流動 人流 人流以前叫做人工流產 即是墮胎 現在叫做限流 測溫掃場所馬 檢驗二十四月消耗核酸陰性證明 建議居家辦公 然後8月31日起 營運時間起 八個地鐵暫停止對外服務 部份不止暫停服務 這其實是很標準的事情 發現到有確診就是這樣的 就是用這個方法 現在仍然是動態清澄不動搖 這個都不算是很嚴峻的 成都很可怕 告訴大家 一個網民叫做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在微博那裡 其實在前兩到三天 在那裡收到封 在微信那裡透露 四川省成都市 可能要進行政態管理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捉了 就說他尋釁之事 拘留十五天 好像要罰錢 好像罰一千元 而熱帶雨林在微信裡怎麼說呢 各位領導 晚上七點會議主要議程 一 各部門綜合匯報最終研判結果 確定是否上部啟動五加二方案 相關部門 黨政媒體 遺制公告 全市公安系統指戰人員 剛前代名 二 如是 立即上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綜合 早批日五加二方案 公安系統 啟動餘案 三批覆同意 正式啟動方案 各部門 黨政媒體 同步發佈公佈 有個截圖 截圖是怎樣呢 省上要求成都市政態管理 市上還在爭取 可能五個主要城市和天府新區 農泉 亦要政態管理 還沒有完全確定 現在還在開會商量 前兩三天 這個帖 就在成都市封傳 好像幾百萬人看過 然後 當晚 就已經開始去搶米了 各大超市 買米 買麵 買油 買菜 這個熱帶雨林結果被抓了 他37歲 叫做蛇某某 網名熱帶雨林 29號為了吸引關注 這個公安局 就說是近日 在網上出現關於今天 政府七點會議議程內容 在網絡群組發表好 尋釁之事的言論 造成市民恐慌情緒 對防疫防控工作 帶來干擾 蛇某某因齊敏之事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 治安管理處罰法 相關規定已被公安機關 依法處理行政拘留十五天 罰款人民幣一千元 好了 接著就呼籲 生活物品供應穩定 股權充足 大家不用搶 結果這個政態管理 到三五十日 即隔了兩天 就正正式式公佈 一日開始 即今天就政態管理 結果怎樣呢 結果呢 這個搶賽就搶過不停 很多超市 前幾天已經是 貨架空空如也 什麼都賣光了 大家就有個教訓 上海封城 搶不及 令到大家 膽盡量絕 這裏封多久呢 上海封了兩個月 成都現在有二千萬人的城市 這樣封發 有些網民就說 又說不信謠不傳謠 如果我不信謠不傳謠 連即食麵都搶不到 何況其他 他說買了菜 就要借借熱帶雨林 加上擠滿了想買菜的居民 你拘捕他 我們要多謝他 熱帶雨林把這個訊息出來 讓我們即時可以搶到 但問題就是 你不知要封多久 是不是 即是你封兩個月 你買多少東西回家 然後才夠呢 上海是一個非常慘痛的教訓 刺身傷害很嚴重 但究竟今次 有 即是為何要封呢 那麼就說 發現到有確產 即是 這個政態管理呢 有個名字 我都搞不定這名字 老老實實 這個二千萬人的城市 除了政態管理之外 還叫做什麼呢 原則居家 什麼叫原則居家 聽完之後都一頭無水 中國大陸就在 白月31號就有 19803宗本土個案 八成是沒有症狀感染的 即是很明顯 即是沒有症狀 你只是拼命測出來 你不測你不知道他感染了 成都確診多少呢 106宗 然後就是無症狀感染的 就佔了一半或以上 51宗 沒有一半 將近一半 這個 拘捕了這個 這個人 之後就正式宣佈了 9月1號下午6點起 全市的居民原則居家 即是留在家 非必要不離開 通知到要求 全市暫停堂食 非必要企業居家辦公 必要者遲24小時 陰性證明 承搭交通工具 整個成都市 有2119萬 2119萬人口 即是說 這個是常住人口 二千萬 二千一百幾萬 需要在隔離的家 這個原則居家 就是這樣的 即是 措施宣佈時間 距離正經實施六個小時 大批市民要去搶 因為多謝越大越林 在網民在微博截圖說 我搶到了 你看見這個超市的貨價 很多都是空空如也 這樣 熱帶雨林就哭冤 他在網上的人就笑 829日 熱帶雨林 購物節 他哭冤 遙言 不信遙 不信遙 不傳遙 結果就搶不到 信遙和傳遙 結果就搶到 就是這樣 看完之後 你覺得 就是 計這個 武漢封城 又有 西安又封過 這個 上海又封過 兩個月 然後就 三亞 就困住 十五萬人 陸陸續續解決 現在來個成都 二千萬人 我也想不到 為什麼覺得 這個大陸的政府 覺得自己 好像神一樣 全能 怎樣供應二千萬人的火食 用什麼方法 上海的慘痛教訓 他們有沒有吸取過 現在又來 不過不理那麼多 中國大陸就是這樣 那個政策一下來 他們給你一個大的框架 你要這樣做 香港 繼續要鞏固 他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航空樞樓地位 你要鞏固 怎麼鞏固 尼文卡再辦 這個封城都一樣 你怎樣供應二千萬人的 日常生活的 這個 糧食呢 一旦有 和上海一樣 有長期病患的 要去覆診 要去做這個血液透色 做很多的治療 那些怎麼解決呢 是不是不讓他出街呢 讓他出街 要核酸檢查才行呢 我看過網上 看到一個 就是 我沒有辦法證明 真還是假 我相信真機會很大的 就是這個 要全民做這個核酸檢查 就有一個老太太 九十幾歲的 就長期餓床的 就說 他那個住的大廈呢 就沒有升降機的 於是呢 就要做核酸檢查 也都沒有人上門做的 要找很多個大漢 每日 每日都做嘛 抬他下樓下 做核酸檢查 每日都抬 結果抬了幾天之後呢 做完檢測了 最後一天呢 就發覺 他是陽性 在網上的人說 謝天謝地 老太太終於陽性了 陽性就不用做檢測治的了 也都不能在家裡 要去那些地方去隔離的了 謝天謝地 可能在這裡 那你覺得事情是非常之荒謬的 非常非常之荒謬的 有確診 大部分是無症狀感 說明什麼都說明這個病毒 你打完針之後 應該對人體的傷害很小 跟流感差不多 那麼大陣仗 有什麼政態管理 什麼原則居家 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不是 不明白 我就不明白 當然 但是在大陸的高官 每個人都明白 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 動態清零不能動搖 這個是 和病毒作殊死鬥爭的 很重要的策略 要戰勝病毒 不能與病毒共存 與病毒共存 就是等於投降主義 就是這樣 科學不科學呢 不算 全世界向著那個方向走 你又回頭 你覺得自己的制度 可以的 老實說 如果說制度自信 真是有自信 自信 沒有什麼人抗議 沒有什麼人有不同的意見 有不同意見都不會說出來 你總之 你喜歡運我們多久 不過你給我吃就行了 你不給我吃 我就會吵 你繼續給我吃 餵飽我 我就沒問題 繼續運 幾個月都好 只要你的 日用品糧食 供應充足 那就OK了 我們內地的 中國人就是這樣 你吃飽就可以了 穿暖就可以了 你試試在外國做一日這些事情 那時候所謂 knock down 我記得 完全沒有東西的 大家可以繼續去買東西 如常買東西 如常在街上運動 運動是可以的 跑步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需要 要帶一隻狗 walk the dog 又讓你walk the dog 根本完全不是風 基本上都沒有怎麼封 最好你買東西 就不要聯群結局去買 一個起兩個子 最多的 中國大陸讓你這樣做 出來都不准出來 又在網購 你網購不到 就真的餓死了 有人餓死了 在上海 是不是 所以我不知道 成都會不會發生類似的悲劇 我也說過一定是影響香港的 那個政策 香港遲遲不能夠對外開放和外國接軌 因為大陸的動態清零 未能清零 動態清零 不能動搖 沒有影響到香港 一定是 上一條片說兩條路線的鬥爭都是這個原因 如果理性的決策的官員 就很清楚 香港需要做什麼 但現在因為 要政治正確 你多理性多方向都好 都是做不到的 暫時說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匹長 繼續支持我心直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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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再見 明天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